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隐藏不住 当下有一个妇人 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 听见耶稣的事 就来俯伏在她脚前 这妇人是西里尼人 属叙利菲尼基族 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 耶稣对她说 让儿女们先吃饱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妇人回答说 主啊 不错 但是狗在桌子底下 也吃孩子们的睡渣儿 耶稣对她说 因这句话 你回去吧 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 她就回家去 见小孩子躺在床上 鬼已经出去了 本周真言 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 连续读两次 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 使人自由的法 并且时常无耻 这人既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 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无耻 这人既不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并且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父求你先安静我们的心 天父求你先安静我们的心 求圣灵在当中带领引导 求圣灵在当中带领引导 让讲的听的都能得到帮助 让讲的听的都能得到帮助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 曾经行过无数的神迹歧视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曾经行过无数的神迹歧视 四卷福音书里都分别有记载 四卷的福音书里面都分别有记载 马可福音记载其中的十七件 马可福音其中记载了十七件 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了记载在第五章的两个神迹 上次和大家分享了记载在第五章的两个神迹 就是主耶稣医治了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流症的女人 就是主耶稣医治了一位患了十二年血漏症的女人 和叫艾鲁十二岁的女儿从小女儿复活 也和叫亚鲁十二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主耶稣行的另外一件神迹 就是刚才所读的一段经文 也就是刚才所读到的经文 今天经文开始说耶稣从哪里起身 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说耶稣从那里起身 这段经文发生的时间可能在主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二年后期 或者是第三年的初期 这段经文发生的时间也许是主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二年的后期 或者是第三年的初期 当时主耶稣主要是在加利利地区传道 当时主耶稣主要是在加利利地区传道 以加白龙做他的基地 以加白龙为他的基地 大家看到这个地图的加利利湖 我有一个红色的圈那里就是加白龙和加利沙 大家所看到的地图有一个红色的圈圈 那里就是加白龙和附近的加利沙 按照马可福音第六章的记载 按照马可福音第六章的记载 耶稣和门徒去到加白龙附近的加利沙 耶稣和门徒去到加白龙和加利沙 所以第十二十四节讲到从哪里起身 应该就是从加白龙或者加利沙那里起身 向着推罗出发 向着推罗出发 推罗是位于加白龙的西北 推罗位于加白龙的西北 离开加白龙大概是三十五英里 距离加白龙大约三十五英里 大家看到那个绿色的箭嘴 去到指向那个地方就是推罗 大家看到一个绿色的箭头指向的地方就是推罗 今天经文没有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为什么耶稣要带着门徒向北引退 今天的经文没有明确地说明 耶稣为什么要带着门徒向推罗引退 向北引退 去到推罗西顿的境内 去到推罗西顿的境内 但是在第六章那里面 但是在第六章里面 我们知道主耶稣猜拦现了他的门徒出去传道 我们知道主耶稣猜拦了门徒出去传道 当门徒回来之后 当门徒回来以后 向主报告他们所做的事 向主报告他们所做的事 然后主就对他们说 你们来和我暗暗地去到旷野的地方揭一揭 你们来同我暗暗到旷野的地方去歇一歇 主耶稣知道他的门徒在外传道之后 主耶稣知道他的门徒在外传道以后 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都需要得了休息 他的身体和心灵都需要休息 才能够更好地继续工作 才能够更好地继续工作 所以他要带他们去旷野里面歇一歇 但是当众人看到他们上船之后 但当众人看到他们上船以后 就沿着湖边来跟着他们 就沿着湖边跟着他们 在他们下船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等着他们 主耶稣看见众人 就怜悯他们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好像羊 无牧人一样 因为他们如同羊 没有牧人一样 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很多道理 于是开口教训了他们很多道理 接着来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五饼二鱼 在他们回程的时候 在他们回程的时候 加利利湖的风浪 就令到门徒摇船摇得很辛苦 加利利湖上的风浪 让门徒摇船摇得很辛苦 再加上我们见到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再加上看见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引起了惊吓 我们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门徒的身心都很疲累 我们可以想象 当时门徒的身心都已经很疲累 可能主耶稣知道 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加利利境内的话 可能主耶稣知道 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加利利境内的话 就很难会有休息的时间 于是他就带着门徒向北 去到推罗西顿的境内 于是主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 向北去到推罗西顿的境内 既然主耶稣要带他的门徒去休息 去到推罗之后 当然他们不会张扬 到了推罗之后 他们当然不会张扬 所以只是静静地 去到一家人的家就住了下来 所以只是悄悄地到一家人里面住了下来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隐藏不住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隐藏不住 很快就被人知道了 他们在那里 很快就被人知道 他们在那里 为什么远在推罗的人 都已经知道主耶稣的名字呢 为什么远在推罗的人 都已经知道主耶稣的名字呢 马可福音第三章八章十一节 我们可以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 就从犹太 耶路撒冷 以图买 约旦河外 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 他因为人多 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 免得众人拥挤他 他治好了许多人 所以凡有灾病的 都挤进来要磨他 无鬼无论何时看见他 就伏伏在他面前 喊着说 你是上帝的儿子 可能有些从推罗西顿去的人 在主那里得到的医治 可能有些从西顿推罗去的人 得到了主耶稣的医治 并且将他的事迹 将他能够医病管轨的事 传到他推罗这个地方 并且把他能够治病赶鬼的事 传到推罗境内 在这个时候 有一位属于罪利菲尼基族的妇人 那个时候有一位 属于叙利菲尼基族的妇人 因为他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 因为他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 就来找耶稣 就来找耶稣 去扶扶在主的脚前 他扶扶在主脚前 求主赶出那只鬼离开他的女儿 按照马太福音所描述的同一件事 按照马太福音所描述的同一件事 这位妇人来求主可怜他 这位妇人来求主可怜他 说他的女儿被鬼附得深苦 说他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 我想在座为人父母的弟兄姊妹 都一定明白这位妇人的心情 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 一定会明白这位妇人的心情 从圣经到记载被鬼附的人 从圣经中记载被鬼附着的人 他们一般都不单止身体受到种种的伤害 他们一般不单止是身体受到种种的伤害 而且往往是神智不清 而且往往是神智不清 我不知道一个被鬼附的人 他自己有没有感觉 但是我相信和这个人住在一起的家人 他们一定会觉得非常难受 但我相信和这个人一起住的家人 他们一定会很难受 所以尽管这个外邦的妇人 知道犹太人不和外邦人来往 所以尽管这位妇人知道 犹太人不和外邦人来往 他依然是鼓起勇气 来到主耶稣那里求她的女儿 他依然鼓起勇气 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求她救她的小女儿 但是主对她说 但是主对她说 让儿女们先吃饱 让儿女们先吃饱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记载 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记载 我们知道当这位妇人在求耶稣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位妇人在求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一直都没有反应 主耶稣一直没有反应 反而是他的门徒觉得这个妇人很烦 反而是他的门徒觉得这位妇人很烦 求主打发她离开 求主打发她离开 我可以下去下一章 于是主就说 我奉差遣 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然后当那位妇人来拜她和求她的时候 然后当那位妇人来拜她求她的时候 他才说让儿女们先吃饱 他才说了让儿女们先吃饱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这句话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这句话 关于主耶稣用的狗这个字 关于主耶稣用狗这个字 有些解释说是野狗或者流浪狗 有一些的解释说这是野狗或者是流浪狗 也有些解释说是家里所养的小狗 也有些说是家里所养的小狗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犹太人看外帮人为狗的这个观念 是当时应该是被普遍认知的 犹太人把外帮人看作狗这个观念 是被当地的人所认知的 并不是一个奇特的说法 并不是一个奇特的说法 关于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 关于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 不同的诗经家有不同的解释 不同的解经家会有不同的解释 我比较认同的一个解释就是 我比较认同的一个解释是 主是用儿女们来形容他的门徒 主用儿女们来形容他的门徒 而饼是主的时间 而饼就是主的时间 我刚才说过主耶稣带着门徒离开加利利 我刚才说主耶稣带着门徒离开加利利 是要他们有休息的时间 是要让他们有休息的时间 如果他们一去到推罗 又去医病赶鬼的话 如果他们到了推罗 又去治病赶鬼的话 那肯定就会引起了更多人 有需要的人来到要求医治 他们肯定会引来更多有需要的人要求医治 这样他的门徒又会失去了休息的时间 这样他的门徒又会失去休息的时间 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说 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说 他不会为了这个妇人 而劳斯动众地去到他家 他并不会为了这个妇人 劳斯动众地又去到他的家里 以致忽略了他的门徒的需要 以致他忽略了门徒的需要 我在六月底的时候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 记载马赫福音题五章的两个神迹 六月底的时候 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了 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的 主耶稣所行的两个神迹 在那天的崇拜之后 当天的崇拜以后 司徒姐妹就告诉我 司徒姐妹来告诉我 他的先生李斌弟兄 特别注意到主耶稣 称呼那个患血流病的女人 为女儿这个称呼 他的先生李斌弟兄非常留意 主耶稣称那位患血漏病的女人 叫做女儿 他觉得这个称呼 确认了这个女人是上帝家里的人 他觉得这个称呼 确认了这位女人是上帝家里的人 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女人 敢去摸主耶稣的衣服 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家庭里面 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家庭里面 长大了的孩子 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他们会很自然地去拿去用 他们很自然地会去拿去用 他们不需要任何东西都去问父母 他们不需要每一样事情都去问他的父母 说我可以吃这个或者可以用这个吗 这个是因为他们知道他的父母爱他们 因为他们知道他的父母爱他们 不会限制他们每日所需要的用 并不会限制他们被天所需要的东西 当我在准备这段分享的时候 当我在准备今天分享的时候 想到了这一点 我就想到了这一点 就觉得很有意思 在第五章那个患书楼病的女人 在第五章那个患血漏病的女人 她知道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她知道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上帝家里的人 所以她敢去摸主耶稣的衣服 得到医治 所以她敢摸耶稣的衣裳得到医治 反观这位聚利非尼基族的妇人 反观这位蓄利非尼基族的妇人 她明白自己不是犹太人 她明白她自己不是犹太人 所以她只敢扶服在主的面前去求她 所以她只敢扶服在主的面前求她 但是尽管这两个女人 在种族上面有不同 但是尽管这两个女人 在种族上有不同 她们对上帝的信心却是一样的 她们对上帝的信心却是一样的 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 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 她虽然将福音宣传给犹太人 她虽然将福音宣传给犹太人 但是她在升天之前 但是她在升天以前 她给她们的使命 她给门徒的使命 确实要他们将福音传遍天下 却是要让他们把福音传遍天下 所以我们现在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已经没有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分 已经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 正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所说的 正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说到 我们可以一起读 请大家一起读 所以 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带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人 西里迷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今天每一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 都是上帝的儿女 今天每一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 都是上帝的女儿 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我们都可以坦言无据的 来到上帝诗恩寶座前 所以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据的 来到上帝的诗恩宝座前 唯要得连书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我要得连续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这个妇人本来可能是因为 听过主耶稣带着她的门徒 去崖老家 医治她十二岁的女儿的故事 那个妇人本来有可能是听说 主耶稣带着门徒去雅鲁家 医治她十二岁女儿的故事 而希望主也都会好像上次一样 立刻带着门徒去她家 赶走她的女儿身上的鬼 所以她同样希望 主耶稣会带着门徒去她的家里 赶走她女儿身上的鬼 但是当她听见主耶稣对她说的话之后 但是她听到主耶稣跟她所说的话以后 她知道她的希望落空 她知道她的希望落空了 但是主所说的 但主所说的让儿女们先吃饱这一句话 也给她带来了一线希望 主耶稣提醒了她 这个不是一个可以或者不可以的问题 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或是不可以的问题 而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 而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 当子女吃饱了之后 当儿女们吃饱了以后 家里的狗仔就可以得到食物了 家里的小狗就可以得到食物了 当得到主的提醒之后 得到主的提醒之后 他就在想 没错 就在想 不错 家里的孩子当然是优先得到父母的喂养 家里的孩子当然是优先得到父母的喂养 但是很多时候 小孩都会有意无意之间 跌一些食物给他们家里的狗吃 但有些时候小孩子又会在有意无意之间 把一些食物丢到小狗吃 因此他就很自然地说 然后他也就会很自然地说 主啊不错 主啊不错 但是狗在桌子下 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是孩子们的睡渣这句话 可能他当时的希望 是在主的门徒得到休息之后 可能他当时所期望的是 在主的门徒得到了休息以后 在他离开推罗之前可以去他的家来救他的女儿 在他离开推罗以前可以到他的家里去救他的女儿 所以这个妇人说完之后 可能就会以为主耶稣会叫他回家等消息 这位妇人说完以后 就会以为主耶稣会叫他让他回家去等候消息 但是主的恩典是出乎他的想象 但主的恩典出乎他的想象 主告诉他 因为他所说的这句话 主已经应运了他的所求 叫乌鬼离开了他的女儿 让乌鬼离开了他的女儿 所以当他回到家之后 果然见到主所说的成就了 所以当他回家以后 果然看到主所说的已经成就 从这个妇人的故事里面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 在通过这位妇人的故事 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 可能我们会想到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主耶稣讲过一半夜去求饼的故事 可能我们会想到 《路加福音》所记载的 那位半夜去戒饼的人的故事 或者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那个切求的寡妇的故事 或者是《路加福音》十八章 谈到那位切求的寡妇的故事 这两个都是主教导 主耶稣的教导 这两个都是主耶稣的教导 要人尝尝祷告 不要灰心 让人尝尝祷告 不要灰心 没错 我们需要尝尝祷告 不错 我们确实是需要尝尝祷告 不要灰心 不要灰心 但是是不是尝尝祷告 不灰心 就一定能够 令到你所祈求的得到英文呢 但是不是常常祷告 不要灰心 就让你所求的得到英文呢 我相信从大家的经验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不一定的 我相信从大家的经验里面 就可以知道这并不一定的 圣经里也都有了 讲了很多祷告 没有被英文的例子 圣经中也有很多 祷告没有被应允的例子 好像大卫王 为他和拔士巴所生的儿子 禁食 肯接祈祷 就好像大卫王 为他与拔士巴所生的儿子 尽时 恳切祈求 但是他的儿子都是死了 但他的儿子依然死了 使徒保罗 为他身上一根刺 求主除去 使徒保罗 为他身上的一根刺 去求主除去 但是主并没有照他要求所做 但主并没有按他所求的去做 所以当我们有事向上祈求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我们向上帝祈求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就像这位叙利菲尼基族的妇人一样 我们要留意主的回答 我们要留意主的回答 当主耶稣对他说 让儿女们先吃饱的时候 当主耶稣对他说 让儿女们先吃饱的时候 他就明白 主并没有拒绝他的要求 他就明白 主并没有拒绝他的要求 好像说 一个小孩去问他妈妈 可不可以吃雪糕 就好像一个小孩去问他的妈妈 他能不能吃冰淇淋 妈妈说要吃完晚饭之外吃 他妈妈说 要先吃完晚饭才可以吃 聪明的小孩就会知道妈妈没有拒绝到他的要求 聪明的小孩他一定会知道他的妈妈并没有拒绝他的要求 所以他只需要等待妈妈所决定的时间 所以他只需要等待妈妈所决定的时间 而不会一直吵着说要吃雪糕 而不会一直吵着说他要吃冰淇淋 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 得到的提醒就是 我们向上帝祈求帮助的时候 我们在向上帝祈求帮助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去聆听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要特别留意去聆听上帝跟我们所说的话 今天我们当然不可以像这个妇人一样 面对面地听见主耶稣对他说的话 但是我们有上帝的说话在圣经里面 但是我们有上帝的话在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读圣经来听见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可以借着读圣经来听见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都很注重透过读圣经来明白上帝的心意 我们知道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 都会很注重读圣经来听见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 除了我们每天的个人灵修之外 除了我们每天的个人灵修以外 参加主日学或者全年独听小组 都是很好的途径 参加主日学或者是全年独经小组 都是很好的途径 来帮助我们更加好的明白上帝的话 来帮助我们更加更好地明白上帝的话 如果你还没参加主日学或者全年独听小组的话 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主日学或是全年独听小组的话 我很鼓励你尽快去参加 我鼓励大家能够尽快参加 特别是粤语部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粤语部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没有粤语的主日学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粤语的主日学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参加全年独听小组 所以希望大家能尽量参加全年独听小组 我们这两个礼拜正在重新开始读新约圣经 我们这两个星期正在开始重新读新约圣经 在面前的星期四会一起分享马太马可福音 在面前的星期四会一起分享马太马可福音 如果你可以参加的话 请联络你的团契同工 或者是教会的办公室 或者是教会办公室 我小时候身体很弱 我小时候身体很弱 长大了之后就比较好一些了 长大以后好了很多 特别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 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 我其实很少病的了 我其实已经很少生病 其中当然是上帝的恩典 当中当然是上帝的恩典 但是有两件小事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有两件小事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十几年前 在十多年前 我太太留意到我平时很少喝水 我太太留意我平常很少喝水 这次就叫我多点喝水 于是就提醒我要多喝水 我印象中记得大概都是那个时候 我印象中记得大概也是那个时候开始 李牧师有一次讲到的时候 都讲到要多喝水来保持身体健康 李牧师有一次讲到 提到我们要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 于是我就开始注意每天多点喝水 于是我就开始要注意每天要多喝水 另外一件事发生都是在十几年前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是发生在十多年前 有一次我去唐人街买东西的时候 有一次我要到中国城买东西的时候 去到一个弟兄的店铺 去到一个弟兄的店铺 他当时在看八段这样的连接影片 他当时正在看一段八段紧的影片 就介绍给我 就介绍给我 之后我在网上看到一些视频 然后我在网上也看了一些视频 就开始每天早上来的连接 就开始了每天早上练习 我觉得这两件事对我的身体健康很有帮助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对我的身体健康很有帮助 我相信是上帝透过弟兄姐妹对我的提醒 我相信是上帝透过弟兄姐妹而对我有了提醒 听到提醒之后我们有两个选择 听到了提醒以后我有两个选择 去做或者不去做 去做或者是不去做 在这两件事上面我选择了去做 在这两件事当中之中我选择了去做 于是就对我的身体健康有了帮助 于是对我身体健康有了帮助 同样的我们来到教会参加崇拜 同样的我们来到教会参加崇拜 我们听讲道 我们听讲道 也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要敬畏上帝 我们要敬畏上帝 要深存感恩 要心存感恩 要与上帝保持良好的关系 要与上帝保持良好的关系 听到提醒之后我们都有两个选择 听了提醒以后我们也有两个选择 就是去做或者不去做 就是去做或不去做 两个选择 两个选择 两个决定 两个决定 两个行动 两个行动 带来两个不同的结果 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每天固定的灵修时间 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主日学 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主日学 如果你还在犹豫着 参不参加全年读经小组 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参加全年读经小组 我鼓励你今天就去开始 我鼓励你今天就去开始 先来到上帝面前 先来到上帝的面前 求祂带领你做一个合会心意的决定 求祂带领你做一个合乎祂心意的决定 再求祂帮助你去开始行动 东京奥运会已经是上个月结束了 东京奥运会在上个月已经结束了 在奥运期间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 在奥运会期间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 在广告结束之前 在广告结束前 有一个女孩说了一句话 You don't need to be amazing to start But you need to start to be amazing You don't need to be amazing to start But you need to start to be amazing 就是说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 就是说你并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 但是你需要开始才能够了不起 但是你需要先开始才能够了不起 我觉得运动是这样 我觉得运动是这样 读圣经也是一样 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希望有个美好的属灵生命 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属灵生命 希望可以明白圣经的教导 希望可以明白圣经的教导 与天父有亲密的关系 与天父有亲密的关系 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敢作出承诺 但有时候我们不敢作出承诺 比如说要一年将整本圣经由头到尾读一次 比如说一年要把整本圣经读一次 我相信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相信对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可能我们会犹豫 可能我们会犹豫 因为我们怕开始了但是做不到 因为我们害怕开始了但是我们做不到 但是如果我们要等到我们确定做到才开始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要等到我们确定能做到才开始的话 可能我们就永远不会开始了 可能我们永远都不会开始了 的确我们都很软弱 的确我们很软弱 但是我们有一位全能的上帝 但是我们有一位全能的上帝 爱我们的阿爸父 爱我们的阿爸父 去愿意帮助我们 他愿意帮助我们 以我们信靠他 只要我们信靠他 愿意按着他的心意去做 愿意按着他的心意去做 就可以经验他在我们身上的大能 就可以经验他在我们身上的大能 盼望我们一起在主的话语上面有美好的成长 盼望我们一起在主的话语上面有美好的成长 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留下宝贵的说话给我们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为我们留下宝贵的话语 求你帮助我们透过原读你的话语 求你帮助我们通过阅读你的话语 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套你的喜悦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